评论内容的行具现在有点小 我们可以找到 comment content body 这里面用一个line height 把行具设置成1.5 再回到内容页面的主逻辑文件 先在页面上我们可以去添加几个数据 先添加一个comment 它的值是一个空白的对象 再添加一个placeholder 模仁可以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然后再添加一个focus 模仁让它等于false 下面再去添加几个试价处理方法 在文文框里面输入内容的时候 会用on input comment的这个方法来处理 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它接受一个试价对象参数 名字是invent 在方法里面我可以去用一下 this的set data 去设置一下一面上的数据 设置的是comment里面的content 这个属性的值 对用的值是试价对象里面的detail 下面的value 在文文框里面按一下确认这个键 会调用onsummit comment的这个方法 添加一个onsummit comment 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发出提交评论的那个请求 用一下微信小程序提供的wxrequest 在这个接口 配置一下这个请求 请求的url是api base 再加上一个api route comments 请求的method是post 请求里面要包含想要发布的那个评论内容 这些数据可以放在请求的data里面 评论的内容是content 它的值就是用户在文文框里面输入的那些东西 这个值已经我们把它放在了this data comment下面的content这个属性里了 评论内容要属于某一个具体的内容 这里面要添加一个post 它的值就是评论所属的那个内容的id号 当前内容页面上显示的这个内容的id是在this data id这个属性里面 提交评论需要验证用户的身份 所以我们要添加一个header 添加一条authorization 对论值是barrier 加上this data JWT token 这个token就是用户成功的登录以后 后段服务给用户签发的一个token 在这个页面的unload的这个方法里面 把JWT从小程序的实例的选举数据里面 拿出来用一下 下面再用一下this set data 去设置一下页面上的数据 设置的就是JWT 在页面的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JWT 模仁可以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对象 再找到发布评论的请求 成功以后会调用success这个方法 给它一个response参数 在里面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响应的status code 就是响应的那个状态是201 就说明成功的创建了评论内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执行一下 this get comments 重新的去请求一下内容的评论 把内容的ID交给这个方法 this data id 下面再用一下this set data 去把页面上的comment这个数据 重新的设置成一个空白的对象 然后在模拟器上面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在这个文文框里面 输入一些评论的内容 按下回摄 评论发布成功以后 会在这个内容页面上 显示新发布的这条评论 再回到网站的管理后 刷新一下评论的管理界面 这里也会出现 刚才在小程序那里面 添加的这个评论